唐朝五周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户姓芳的人家 这几年算是倒了大霉 先是方老汉挖药 摔下悬崖死去 后是儿子赶急 半路上被官兵的鲸马撞死 方老汉的老伴经受不住打击 旧病复发 瘫痪在床 而媳妇水大嫂带着三个孩子 天天以泪洗面 苦度时光 水大嫂心地善良 不忍心丢下瘫痪的婆婆 和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不管 多次拒绝了娘家人改嫁的劝导 娘家人见她铁了心手寡 也就不再劝了 偶尔送一些钱粮过来 让她渡过难关 一家人勉强能够吃饱饭 手里根本没有结余 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 这不 婆婆的病情加重了 整天发高烧 说着胡话 水大嫂万分焦急 跑到娘家借钱 给婆婆治病 母亲将她拉到一边 劝导说 你家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 还借钱给婆婆治病 以后拿什么归还呢 为娘的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你婆婆年纪大了 也该死了 活着是累赘 拖累儿孙 不如早死早解脱 水大嫂正色说 娘亲 你说的什么话 你不是从小教导我 上要孝顺公婆 下要爱护儿孙吗 为何说出这般狠心的话来呢 母亲长叹一口气 说道 此一时比一时 我也是为你好 水大嫂哭着说 我若丢下病重的婆婆不管 还算人吗 女儿做不到 母亲叹息一声 拿出一百文钱 说道 你也知道 娘家也不富裕 这些钱先拿去用吧 啥时候有了 啥时候再还 水大嫂拿着钱 匆匆忙忙地走了 一百文钱很快用完了 但是婆婆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这一天晚上 水大嫂正在发愁 盘算着到哪里借一些钱 给婆婆治病 忽然听见老三剧烈地咳嗽起来 她赶紧起身去查看 只见老三的小脸通红 伸手一摸额头 烧得滚烫 水大嫂心里一哆嗦 说道 儿啊 你不要吓娘啊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生病 她拿来冷毛巾 敷在老三的额头上 坐着手到了五更 才趴在床头上睡了一会儿 早上起床 水大嫂一摸老三的额头 依然高烧 老三睁开眼说 娘 我的头好疼 水大嫂忙说 不要急 娘带你去看病 她急急忙忙地做好早饭 事后婆婆和两个孩子吃了 然后抱着老三 到了医馆 医者说是感染风寒 肺部有炎症 要赶紧治疗 拖延不得 水大嫂红着脸讲 手头上没有钱 想先奢一副药 医者板着脸说 自古以来 医馆不是慈善馆 从来没有奢药的 水大嫂急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声泪俱下地说 先生 你就行性好 先救我的老三 日后一定会还钱给你的 医者长叹一口气 说道 你先起来 看你一个富到人家 着实不容易 我先奢给你三副药 水大嫂急忙说着感谢的话 然而 过了两天 老三没有好转 老大和老二也接连咳嗽起来 伴随着高烧 水大嫂急得六神无主 真想一死了之 思虑再三 她厚着脸皮 跑到娘家去借钱 母亲苦着脸说 你爹也生病了 哪有钱借给你 水大嫂转身就走 母亲追出来 塞给她三十文钱 可是 屋里一下子出现四个病人 三十文钱哪里够啊 水大嫂便去找方家的亲朋好友借钱 接连去了好几家 没有借到一文钱 只有一户人家 过意不去 送给她一生米和两颗白菜 傍晚时分 水大嫂没精打采地往回走 脚步似有千斤重 路过土地庙时 她走进去 跪在塑像前 哭诉起来 哭了一会儿 她抹干眼泪 出门而去 走了几步 水大嫂忽然被草根绊倒 倒在地上 晕死过去 这时 飞来两只喜鹊 停在旁边的大树上 其中一只 嘴巴上边断了一小截 出现一个明显的窝口 水大嫂认识 换她为老四 说起水大嫂和这一只喜鹊的渊源 还得从五年前说起 那时候 她刚刚生下老三 奶水不足 便去山上挖隔根 刚走到山脚下 便看见一只梨猫 正在吞食一只喜鹊幼鸟 水大嫂大吼一声 飞出镰刀 直扑梨猫而去 梨猫下得赶紧丢下喜鹊 逃命去了 水大嫂捡起幼鸟 发现半个脑袋快没了 嘴巴上的硬翘 也断了一小截 她心生怜悯 也不去挖隔根了 捧着幼鸟就回去了 正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 水大嫂决定试一试 看一看能不能救活这一只喜鹊 她细心地将伤口处的绒毛剪去 清洗干净伤口 涂抹上药粉 她每天喂给幼鸟奶水 晚上睡觉时将它放在枕边 闲暇时还会捧着幼鸟 叙叙叨叨地说着话 她曾经对家人戏称 幼鸟是她的四儿子 故此称呼她为老四 经过大半年的调养 幼鸟的伤口长出新肉来 又过了一年 伤口愈合 完全看不出受过伤 只是嘴巴上的硬翘 却没有长出来 依然缺少一小截 格外显眼 后来水大嫂将喜鹊放生了 再也没有看到她了 想不到在这里居然碰上了喜鹊 水大嫂张嘴想打招呼 却发不出声来 只听另外一只喜鹊说起话来 郎君 你还记得关于古墓的故事吗 老四说 娘子 当然记得了 那是小时候 娘讲给我听的 她也是听姥姥讲的 据说这个故事是真的 流传了十几代了 听到这里 水大嫂欣慰地笑了 想不到老四已经娶了老婆了 这时 只听老四的老婆说道 郎君 我想再听一遍 老四说 行 反正闲来无事 我就再讲一遍吧 你可要听好了 老四听了清嗓子 讲了起来 早在隋朝末年 天下群雄分起 燃起战火 村里有一个姓林的大财主 祖父曾经围官 靠山王杨林打来时 他不想投靠到隋朝围官 便带着搜刮来的钱财 回到山村里隐居 如今传到了林财主这一带时 战火燃到了这里 林财主担心财富被乱军抢走 便心生一计 假称得了重病 不治身亡 他的儿子们 假装给他出病 把金银财宝 装进空棺材里 埋进了坟墓里 过了几天的一个深夜里 林财主带着家人 躲避战乱去了 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 全家都死于战火里 坟墓里的秘密 也被他们带进了土里 但是 这是没有瞒过动物们 林财主召集家人商讨这个计谋时 被躲在屋梁上的老鼠听见了 老鼠到处宣讲 整个动物界的飞禽走兽都知道了 喜鹊们也都知道了 而且当作故事代代相传 流传至今 讲完故事 两个喜鹊飞走了 水大嫂醒了过来 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往家里赶去 一路上 他的脑海里都在思索着一个问题 老四所讲的故事中的林家古墓 是不是他所看到的那一座古墓 因为从老四的描述中 两座古墓极为相似 应该是同一座古墓 原来 水大嫂上山砍柴时 在一处偏僻的地方 看到过一座古墓 当时他就纳闷 别的坟墓都埋在南坡 这座古墓为何埋在北坡呢 不合情理啊 如今想来 定是林家有意而为 水大嫂转而一想 老四既然当着他的面 讲述这个故事 肯定就是他看到的那一座古墓了 不然的话 与理不通 看来 老四有意报恩 泄露机密 让他摆脱困境 想通了这一点 水大嫂大喜 当天晚上提着灯笼 独自去挖墓 不是他胆子大 而是人到了绝境 已经无所畏惧了 费了好大的功夫 水大嫂终于打开了棺木 眼前的一幕 让他顿时大哭起来 只见棺材里装满了银元宝 还有许多钱币和珠宝 这一下 他的婆婆和三个孩子 都有钱看病了 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 水大嫂并不贪心 只拿出了十个银元宝 大约五千两银子 足够他家用了 他将棺材重新封住 把坟墓恢复原样 挑着银元宝回家去了 有了钱看病 婆婆和三个孩子的病 先后都好了 水大嫂用剩下的钱 购置了一百亩粮田 租给别人耕种 把房屋也翻修了 还送三个孩子读书 从此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大约十几年后 闹起了灾荒 好多人家吃不上饭 连树皮也啃光了 水大嫂把古墓打开 拿出里面的所有钱财 购买粮食 分给千家万户 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大家都称呼他为活菩萨 在他死后 大家集资为他建造了一座祠堂 供奉香火 后来 祠堂毁于战火 这正是 女子善心就喜鹊 喜鹊报恩谢机密 善心自有善来报 天道不欺良善人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指玉礼 劝人为善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唐朝元和年间 有一个名叫江崇牙的人 因为长着一嘴大黄牙 因此得名 这一天 他在姑父家里喝了酒 带着醉意 踏着月色回家 走到半路上 路过汤氏的门前 江崇牙想起汤氏的美貌 心里徒生邪念 要是能和汤氏好上一场 也不枉在人世上走一遭了 这么一想 江崇牙忽然看见汤氏的家里闪烁着灯光 他心里一动 便走了过去 试着一推院门 院门虚掩着 一推就开 走进院门 江崇牙看见卧室里亮着灯 便悄悄地潜到窗户边 用手指头捅破窗户纸 凑进去观看 汤氏的男人是个木匠 最近 县里要在小镇上修建一座驿站 征调了许多木匠和泥瓦匠 汤氏的男人也在征调之列 住在工地上 不在家里 因此江崇牙才敢肆无忌惮地进来 汤氏正坐在浴桶里洗澡 江崇牙看见雾气里一团白花花的东西 不由地热血上涌 呼吸加重 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看 突然 他看见汤氏冲着他招招手 吓得他猛地离开窗户 躲在暗处 屋里传来汤氏的娇笑声 接着听他说道 江崇牙 你不要躲了 我早已看见你了 屋门没有上栓 你进来吧 江崇牙暗想 只看见一只眼睛 汤氏就知道他是江崇牙 真是神了 不过他色心过重 也没有多想 推开门走了进去 刚走进去 就见汤氏张开嘴巴 吐出一条舌头 舌头涂得抱长树尺 伸进他的喉咙里 江崇牙感觉到浑身的气息往外涌 腿脚发软 情急之下 江崇牙响起脖子上的铜锁来 赶紧拿出来 往舌头上一砸 铜锁闪出一道光 舌头猛地带着铜锁缩回 屋里顿时漆黑一片 江崇牙赶紧夺门而出 一路狂奔 回到家里 他猛地降门关上 上了门栓 然后靠在门上喘气 老婆过来询问 看你脸色苍白 神色慌张 怎么了 江崇牙的牙齿直打颤 断断续续地说 汤氏 他 他不是人 是一个 一个妖精 老婆端来一碗热水 江崇牙喝完后 喘息烧定 坐下来 讲了事情的经过 老婆醋意大发 将碗摔得粉碎 江崇牙抹去嘴边的水珠 恼火地说 你吃得哪门子酸 不是没有得逞吗 要不是有童锁 我命休矣 不到两天 外面就传得沸沸扬扬的 汤氏是妖精化身 村里的女人 看见汤氏走过来 都躲得远远的 背着他指指点点的 汤氏觉察出异样 找到隔壁的大嫂询问 大嫂看见她走了进来 战战兢兢地说 你不要过来 保持安全距离 汤氏满脸狐疑地询问原因 大嫂坠坠不安地说 大家都说 你是长蛇腰 能伸出舌头 吸人阳气 汤氏询问 是谁说的 大嫂说 听江崇牙的老婆说的 她听她家男人说的 汤氏气得满脸通红 过了几天 她家男人回来了 汤氏鼓动男人到衙门 把江崇牙告了 县令把江崇牙传到大堂上审问 江崇牙指天发誓 讲了她的亲身经历 县令传唤汤氏 汤氏诉说 那一天晚上 她早早地和孩子一起睡了 院门和屋门拴上了 江崇牙不可能进来 县令又传唤了左邻右舍 大家都作证说 汤氏是一个正派人 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情 县令大怒 斥责江崇牙无中生有 故意败坏汤氏的名声 长嘴二十 罚款两千文 此事传开后 大家这才明白 汤氏是被冤枉的 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大家不再躲避汤氏 依然有说有笑的 江崇牙曾经是道家的弟子 因为俗念未断 被师父劝退 那一把童锁 就是师父赠送给他的 江崇牙不甘心把童锁丢了 也不甘心被掌嘴 就到道观里找到道长 说道 师父 童锁被长蛇腰夺走了 你要帮我主持公道 道长说 我不是你的师父 你早已不是道家弟子了 你以后称呼我为道长就行了 至于长蛇腰夺走了我的赠送之物 我不能不管 不管的话 就显得我道家矮了半截 说吧 他收拾一番 跟着江崇牙下山了 到了汤氏的门口 江崇牙把汤氏叫了出来 道长瞅了汤氏一眼 冲江崇牙呵斥道 你在瞎说什么呀 女施主好端端的 怎么就成了长蛇腰啊 江崇牙叫去说 师父 那天晚上就是他呀 道长没有理他 而是绕着房屋前后转了一圈 在屋侧的一条水沟里站定 竖起两根指头 念起咒语 不一会儿 一只蝉橱拖着铜锁 从水沟里扶了上来 来到道长面前趴下 道长呵斥说 你到深山里去吧 不要骚扰民间 蝉橱叫了三声 跳进水沟里不见了 江崇牙不服 大叫道 师父 就这么白白地让他走了吗 道长冷哼一声 说道 要不是你心生邪念 他会变成汤氏的模样 诱惑你吗 怪只怪 你心术不正 以后好自为之吧 说吧 道长飞升而去 此事传开后 人们都嘲笑 江崇牙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差点栽在蝉橱经的手里 江崇牙也老实了许多 再也不敢想一些不正经的事情了 这正是 想什么就来什么 心生邪念 邪气自然就会入侵 做人还是一身正气的好 至少不会招来邪气 远离祸事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借势狱里 劝狱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唐太宗末期 有一个名叫罗脸峰的奇人 奔跑的速度极快 能撵着风跑 因此 大家叫他罗脸峰 他为人豪爽 使金钱为粪土 往往一致千金 毫不吝啬 最近 他的老婆怀上了身孕 马上要当爸爸了 罗脸峰忽然紧张起来 这才发现 金钱很重要 必须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 他以前挥霍过度 没有多少积蓄 便有了赚钱的想法 罗脸峰曾经听人说过 飘来山上藏着奇珍一宝 胆大的人 都在山上找到珍宝 发了大财 他决定搏一搏 去飘来山上走一遭 飘来山在一百多里之外 路途遥远 他骑着快马 奔驰而去 到了飘来山的山脚下 罗脸峰把马寄存在农户家里 往山上走去 据传说 飘来山是从远古时代飘过来的 山上有很多奇珍一寿 是别的山上所没有的 因此 山路九转十八弯 崎岖难行 好不容易到了半山腰 地势平坦了许多 这时 罗脸峰看见草丛中射来目光 原来藏着一只山豹 便向山豹扑去 捉一只活山豹回去 儿子出事后 给儿子当宠物 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山豹如飞而去 罗脸峰便在后面追赶山豹 他是跑起来像风一样的男人 追赶起山豹来 自然很轻松 拐过一道山岗 在一处山谷里 前面是一堵崖壁 无路可走 终于将山豹堵住 这时 山豹转过身 说起话来 只听他说道 罗脸峰 我把你引来 有一事相求 罗脸峰大笑着说 什么 你说什么 你把我引来的 难道不是我追得你走投无路 山豹就地一滚 变成一个道庄打扮的道人 他随手在崖壁上一滑 崖壁上出现一道门 推开门 里面是一间石室 道人双手一拱 说道 这是我的住所 请进来一续 罗脸峰走了进去 道人随手一挥 四面石壁上 亮起了灯 石门自动关上 道人单膝跪地 抱拳说道 我引你来此 有一事相求 还请不要推辞 罗脸峰赶紧将他扶起 大声说 有什么事 尽管说 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道人讲了起来 原来 他已经将近一千岁了 被神仙居在此山 看管奇珍异宝 他只能在此山活动 不能迈出飘来山半步 否则就会受到重罚 但是 他早已厌倦了这种 孤独寂寞冷的生活 想去投胎转世为人 却被神仙拒绝 为此 他了无生趣 万分痛苦 罗脸峰非常惊讶 笑着说 世上好多人羡慕神仙 妄想修道成仙 你怎么反倒 觉得痛苦呢 道人说 神仙能够在三界里 自由行走 飘来飘去 自然值得羡慕 但是 我不是神仙 只是他们看管 奇珍异宝的工具而已 失去了自由 没有乐趣可言 而且 早晚会被神仙抛弃 重新到人世间轮回 罗脸峰笑着说 那也不错呀 比如你 已经活了将近千年了 世上好多人 都想长命百岁 却求而不得 道人长叹一口气 说道 世人愚昧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如果生活愉悦 长寿自然不错 但是 活着觉得痛苦了 死去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好多人抱怨 好人不长命 祸害一千年 却不知 这是要用电证的观点来看 如果活着疾病缠身 夜深人静时经常做噩梦 何尝不是一种现实报 人们只知道 坏人活得久 却不知有一种报应 叫做诛心 罗脸峰听完他的长天大论 笑着说 恕我愚昧 你刚才说求我一事 不知是何事情 道人掀开衣服 指着胸口 说道 神仙防止我自杀 在心脏里设下心锁 其实就是一个咒语 只有阳年阳月阳日阳时 出生的纯阳之人 才能解锁 而你 就是纯阳之人 道人说的没错 罗脸峰确实是纯阳之人 他询问 如何才能解掉心锁 道人说 拔掉你腰间的宝剑 直刺我的胸口 别人刺不尽 只有纯阳之人 能一剑穿胸 罗脸峰连忙摆手说 我不愿犯了杀戒 千万不可 道人笑着说 世人真是愚昧 只知道不杀生 却不知道 有时候杀生也是行善 生与死 是辩证的关系 一个人死了 重新投胎转世为人 何尝不是生 动物也是如此 在世人眼里看来是死 在死者眼里 就是一种生 比如我 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 你杀死我 让我解脱 让我心生 表面上是行恶 其实就是行善 罗脸峰似懂非懂 却迟迟不肯动手 道人嚎啕大哭起来 低头不住地撞击石壁 血流如注 却不能死 看着这种惨状 罗脸峰终于点头同意了 两人来到洞外 道人变成山豹 罗脸峰拔剑而出 直刺心脏 山豹倒地而亡 他扛起山豹的尸身 下山而去 将提毛迈了 骑马回家 晚上 罗脸峰梦见山豹进来 说道 我已经得到因斯同意 重新投胎为人 为了感谢你 特地投生当你的儿子 让你享受六十年的荣华富贵 说完 就往他的老婆身上扑去 罗脸峰惊醒过来 心潮起伏 再也难以入眠 过了不久 老婆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罗世豹 罗世豹天生聪颖 七岁启蒙读书 二十岁中了进士 入朝为官 他把父母带到任上奉养 后来官至三品 八十岁才告老还乡 罗世豹告老还乡的那一年 罗脸峰寿终正寝 享年一百零二岁 果然享受了六十年荣华富贵 生与死是辩证的 善与恶也是辩证的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世玉礼 劝玉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唐朝天保年间 有一个姓吉的财主 儿子在南方做官 劳两口好几年 没有看见儿子和孙子了 便在这一年的春天 坐着马车 去探望儿子一家 儿子非常高兴 派遣长随带着劳两口到处游玩 长随尽心尽力地 侍候劳两口 除了带他们游山玩水 还让他们品尝当地的各种特色小吃 其中就包括烧烤老鼠肉 吉财主的老伴觉得恶心 说什么也不肯吃 吉财主则抱着尝一尝的心理 吃了一块 经不住大叫好吃 从此爱上了老鼠肉 回到家里后 吉财主思念老鼠肉 便用套家捉老鼠吃肉 过了一段时间 附近的老鼠几乎被捉完了 老鼠们搬迁走了 他连一根老鼠毛也看不见了 一连几天没有吃老鼠肉 吉财主坐卧不安 心腹家仆上前说 老爷 后山多松鼠 不如吃松鼠肉 好歹都是老鼠肉 后山上都是高大的松鼠 树丛间活跃着许多松鼠 看见人们也不躲闪 吉财主一听 来了兴致 当即兴冲冲地带着几个家仆 拿着工具 上山捕捉松鼠 松鼠毫不提防 很快便被捉拿了几只 吉财主当即用柴火烧烤 吃起来非常美味 比老鼠肉更好吃 他不由地心花怒放 自此后 放过了老鼠 开始遭见松鼠 时间一长 松鼠们开始惧怕人类 一旦看见有人上山 便躲在树冠之上 或者躲进深山里 但是 这难不倒吉财主 他把松人放在笼子里诱补 或者用弓箭射击藏在树冠里的松鼠 从来没有空过手 转眼间 三个多月过去 吉财主吃了上百只松鼠了 这一天 他突然觉得恶心 食欲不振 想要呕吐 却又吐不出来 不断地干呕 过了几天 肚子开始鼓胀起来 就像怀孕八个月的孕妇一样 挺着一个大肚子 家人请来好几个名医 吃了不少药 都不见效 眼看吉财主的肚子越来越大 历米不尽 已经不省人事了 家人只好去道观里 求老道指点 老道掐指一算 说道 哎 这是口涅造成的恶果 不该乱吃东西 松鼠是山里的灵物 岂能乱吃 恐怕命不久矣 家人赶紧跪在地上哀求 恳请老道救命 刚开始老道不肯 无奈吉财主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常跪不起 苦苦地哀求 他才开口说道 这是我确实无能为力 不过念在你们新城 我给你们指点一条名路吧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大喜 叩头如捣钻 感谢老道 老道让他们赴耳过来 低声说道 十五月圆之夜 你们如此这般即可 到了十五这一天晚上 月光明亮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 准备了上等松人 用红布包着 放在托盘里 托着盘子 往山上走去 来到一处断崖下面 二儿子用木棍敲了旁边的大松树三下 断崖的崖壁上忽然出现一个门 里面传来问寻生 询问外面是谁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 恭恭敬敬地说 我们是吉财主的二儿子和三儿子 特地来谢罪的 里面的声音不快地问道 谁让你们来的 吉财主的三儿子说 是道长指点的 里面的声音说道 这个牛鼻子老道 真是多嘴 话音刚落 门就打开了 现身一个白胡子老头 让他们进到里面 只见里面是一座石室 大约三丈宽 五丈长 中间燃着一支香炉 香炉上烟雾鸟鸟鸟 弥漫着沁人心提的香气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 当即跪在地上 双手举起托盘 说道 我父多有冒犯 恳请大仙原谅 白胡子老头也不理睬 盘腿闭目坐在蒲团上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 不断地赔罪 过了好一会 老头睁开眼 呵斥道 既然现在 何必当初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 也不辩解 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 大约一炷香的功夫 白胡子老头终于叹了一口气 说道 也罢 念在你们有孝心 我去救人吧 说罢 伸手接过两个托盘 放在石桌上 让两人在前带路 到了吉家 白胡子老头拿出一粒药碗 塞给吉财主扶下 不一会 吉财主翻身坐起来 趴在床头呕吐出几块淤血 那些淤血落在地上 瞬间变成了一群松鼠 大约上百只 如飞而去 吉财主的肚子 撇了下去 人也恢复正常了 吉财主的两个儿子 扭头要对白胡子老头说谢谢 却发现白胡子老头不见了 休养了几天 吉财主完全康复 便让两个儿子带路 要去当面言谢 一行人来到断崖下面 发现那棵高大的松鼠不见了 他们便拿着木棍敲击崖壁 敲了好半天 一点反应也没有 只得打道回府 第二天一大早 吉财主带着礼物 来到道观 感谢老道 老道端出香茶 两人坐下闲谈 吉财主问起白胡子老头是谁 老道说 那是松鼠大仙 是松鼠的老祖宗 你吃了他的子孙 他因此惩罚你 这以后 吉财主再也不敢吃松鼠肉了 而且连老鼠肉也不敢吃了 尽管他不再祸害松鼠了 但是松鼠依然对人类保持着高度警惕 再也无法回到以前融洽相处的状态了 东西不能乱吃 否则的话 不经意间就会取货 人与动物 应该和谐相处 共同打造这个美好的世界 共同享受美好的生活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借势玉礼 劝玉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就是我坚持的动力源泉 唐朝五周年间 中原某地的县令是五三四的表执 他仰仗着五三四的势力 为非作歹 大肆敛财 尤其在强强民女这一块 令人发指 县城内 只要被他看上的民女 几乎都遭到了他的毒手 弄得养女儿的人家 不敢让女儿出门 不过最近出现了怪事 那些被他看上的女子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等到他上门时 女子不在家里 城里也找不到 经过明察暗访 才知道女子都进了尼姑庵 但是县令带着人 把尼姑庵搜了一个遍 也没有找到那些女子 这一天晚上 尼姑庵里响起了敲门声 过了好久 门打开了 露出老尼的脸 巧声询问有什么事 门外的女子抽气着说 县令派人传唤 要我去县衙 我听说你这里能藏身 求求师太救救我 老尼狐疑地问道 就你孤身一人吗 没有家人陪同吗 女子说 原本有父亲陪同的 半路上遇见巡夜的士兵 他把士兵引开了 正在这时 远处响起了呼喊声 似乎是在追赶人 女子焦急地说 坏了 他们追过来了 师太救我 老尼赶紧打开门 把女子让进去 然后伸出头四处看了看 把门关上了 到了屋里 老尼询问起女子的家室 女子垂泪说 小女子姓萧 家住东城石板巷里 附近是走街串巷的货廊 要是逃不脱县令的魔爪 小女子只有以死殉至了 说吧 大哭起来 老尼沉吟起来 片刻后说道 你没有家人陪伴 此事比较麻烦 就算我把你送出城去了 你可有投奔之处 原来 那些投奔尼姑庵的女子 并没有藏在尼姑庵里 而是被悄悄地送出了城外 藏在亲戚的家里 姓萧的女子问道 城门防守严密 几乎插翅难飞 师太如何送我出城呢 老尼说 老身自有办法 只要你在城外有去处 我就可以送你出城 姓萧的女子说 我乡下有一个姑母 我可以去投奔姑母家 老尼点点头说 如此甚好 事不宜迟 你跟老身来吧 说完 老尼提着灯笼 在前带路 往禅房走去 进了禅房 他将门栓上 接着来到北墙边 墙边摆着一个佛刊 上面供奉着一尊小佛像 只见他伸手在佛像后面 按了一下 佛刊一开 地面露出一个洞口 下到洞里 老尼在洞壁上按了一下 佛刊恢复原位 通道一人多宽 一人多高 地上铺着石砖 老尼在前带路 姓萧的女子跟在后面 走了大约一个多时辰 到了出口 出口被几块石头挡着 搬开石头 走出洞口 原来洞口在河边的崖壁上 已经到了城外 老尼塞给姓萧的女子几百文钱 说道 河水不深 你涉水过河 去投奔姑母家吧 记住 千万不要走大路 说吧 他堵上洞口 顺着地道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 县令带着官兵包围了尼姑安 赫令把老尼抓起来 老尼镇定地询问 他犯了什么事 县令恼怒地说 你还在装糊涂 我一直想不明白 县城里戒备森严 那些女子为何会凭空消失 原来都是你搞的鬼 老尼说 我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还请明示 县令气愤地说 我也不和你废话了 他向外招招手 姓萧的女子走了进来 老尼的脸色不由得大变 原来 县令诡计多端 他让小妾假装逃跑的女子 哄骗老尼 最终获得了地下暗洞的秘密 老尼叹息一声说 没错 那些女子都是我放出城的 随便大人治罪吧 县令冷笑着说 想不到佛门清静之地 竟然还有地下暗道 是不是你不耐寂寞 为了方便与人私会 才挖的这一条地道 老尼冷哼一声说 你长着一双肮脏的眼睛 看谁都是肮脏的 这一座尼姑庵 始建于随朝末期 为了躲避战乱 才留下了这一个暗道 县令把老尼打入大牢里 下令把尼姑庵里的地道填色了 过了一段时间 老尼忽然被放了出来 原来 县令胡作非为的事情 传到了武则天的耳里 他命令狄人杰到县城里明查暗访 狄人杰查访清楚 列出十一条罪状 把县令就地正法了 县城里清静了 人们有感于老尼出手救人的品德 都来尼姑庵里烧香 尼姑庵里的香火 一直兴盛了几百年 出家人慈悲为怀 老尼搭救女子的行为 胜过诵经万变 这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施玉礼 劝玉世人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阅读体验 唐高宗显庆年间 书生邱存毅家境贫困 无以为生 便写了一封书信 托人送给在山东当官的姑父 想得到他的救助 过了几个月 他收到姑母的回信 让他带着家小去投奔姑父家 也好让姑父给他谋个出身 邱存毅大喜 当即便卖了房产 雇了一辆马车 启程往山东而去 一路上阿玛劳顿 终于到了姑父家里 姑母抱着他大哭了一场 安排他们暂居在庭院里 晚上姑父回来后 摆上酒宴一起喝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姑父笑着说 我有一处别院 原本是隋朝末年 一个返王的王府 也就是一个五进五出的大庄园 因为里面站死了几百人 没有人敢居住 一直空在那里 我来此围观后 这一座大庄园给了我 我也没有居住过 如今你来了 就把庄园赠送给你居住吧 第二天 姑母就派人去庄园里收拾 几天后 庄园已经收拾妥当 邱存毅带着妻儿搬进去居住 姑母还送来许多钱粮 让她安心读书 等到有了合适的差事 再来通知她 邱存毅闲来无事 就在家里读书 到了十五这一天晚上 昊月当空 妻儿都已熟睡 邱存毅坐在院子里赏月 到了三更初 她困意来袭 靠在椅背上睡了过去 不一会儿 她听见一阵战鼓响 似乎是从后院里传过来的 她好奇心起 站起来往后院走去 刚转过走廊 就见后院里排着两队士兵 一队白衣白甲 另一队黄衣黄甲 都是一尺长短 后院很大 十几丈长宽 站满了士兵 估计各有一万多人 突然一声令下 两队士兵交战起来 双方摆出正式厮杀 难解难分 不分胜负 邱存毅看呆了 躲在走廊上 不敢作声 到了三更将近 双方掩齐息鼓 忽然不见了 邱存毅惊醒过来 才发现是南科一梦 她感觉到寒冷 便起身回屋睡觉去了 过了几天 姑母请她一家过去吃饭 在饭桌上 邱存毅将梦境 对姑父讲了 姑父笑着说 那是反王的故居 梦见两兵交战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没有什么好怪异的 邱存毅一想 也是如此 就没有放在心上 一转眼 到了下月初一的晚上 后院里又响起了战鼓声 她起身去观看 只见两队兵士又在交战 观战了一会儿 邱存毅受到冷风一吹 打了一个喷嚏 两队兵士受到惊吓 忽然消失不见了 邱存毅也醒了 望着窗外的明月 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这以后 每逢初一十五 邱存毅都会梦见两队士兵交战 后来听到战鼓响 他也懒得去观看 直到三更进 战鼓声就熄灭了 让他怪异的是 为何总是做同一个梦 而不是其他的梦 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 这一天 邱存毅拿着姑父的书信 去拜访节度使 打算在节度使帐下 当一个文书 节度使武夫出身 态度很傲慢 出言不逊 邱存毅心中不喜 便打消了为他效力的念头 吃中饭时 节度使也不出面 让他和幕僚们一起吃饭 座中有一个老道长 也是来投靠节度使的 受到了冷落 邱存毅和老道长相谈甚欢 便邀请他到家中小住几日 老道长欣然而往 到了家中 邱存毅吩咐妻子 百出酒肉 盛情款待 闲谈中 邱存毅讲了 每月初一和十五 梦见两兵交战的事情 老道长来了兴趣 让邱存毅带着他到后院里查看 老道长在后院里来回丈量不乏 指着一处墙根说 这里是一个地窖入口 顺着这里往下挖 就能找到 邱存毅于是顺着墙根往下挖 果然找到了一个地窖入口 被几个大锁锁着 老道长拿着邱存毅 妻子的一根金钗 鼓刀了好一会儿 最终把几个大锁全部打开了 他们举着火把 推开石门走进去 不由地待住了 只见石市挤杖剑方 层层叠叠堆满了金砖和银砖 每一块砖都是一尺长五寸宽厚 老道长笑着说 那些士兵就是这些金砖和银砖 你先别急 带我去找土地问一问缘由 说完 老道长盘腿坐在地上 闭上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 他睁开眼睛 讲了起来 原来这是反王的金库 反王死后 无人知晓 此处就成了密库 几十年没有人来 金库里的金砖和银砖 就成了气候 开始互相打仗 想把另一方赶出去 他们为了打赢对方 不断地从外面招收人员 却一直打成平手 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原先里金库里只有几千金砖银砖 如今已经各自一万多块了 附近几座城里 被各路返王隐藏的金银 几乎都被吸收了过来 变成了金砖银砖 老道长说 这么多金砖银砖 简直富可敌成了 邱存毅大喜 为了防止金砖银砖逃跑 赶紧买来大量红布 撕成红布条 把金砖银砖 全部用红布条拴起来 为了感谢老道长 邱存毅打算分两成给他 老道长大笑着说 我一个出家人 要金银何用 邱存毅就建造了一座道观 供给日常用度 让老道长在道观里修行 邱存毅摇身一变成了大富豪 他送了许多金银给姑母 当然隐瞒了金银的来历 他也不读书了 整日里和老道长下棋私混 后来邱家一直富了十几代人 最终败在了一个顽固子弟手上 自此后一蹶不振 哎 该着这个书生发财 这真是财运来了谁也挡不住 财运不来求谁也无用啊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借势玉礼 劝玉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唐高宗显庆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名叫曹俊逸的壮汉 以胆大闻名 晚上经常走夜路 从来没有遇见怪异的事情 但是他有一个嗜好 那就是喜欢下棋 一旦看见有人对异 就会忘乎所以的围观 常常把正事给忘了 这一天傍晚 曹俊逸接到干爹家里报信 干爹死了 明天开始治丧 让他去赴丧 曹俊逸心头一沉 无比悲伤 想起他小时候 干爹常常把他抱到膝上 喜爱得不得了 眼睛就湿润了 第二天上午 曹俊逸买了活纸香烛 去了干爹家 干爹家住在邻村 乡隔也就三四里地 翻越一座小山 越过一条小河就到了 早有人接过活纸香烛 曹俊逸正要去灵前 给干爹下跪叩头 忽然看见干爹的几个后辈小子 在灵棚边上下棋 亲戚们行了礼后 各自找地方打发时间 这几个后辈小子 就聚在一起下棋 打发时间 曹俊逸是看见下棋 就忘魂的人 当即蹲下来围观 后来还和人对异上了 就这样 吃过午饭后 几人又开始下棋 一直下到天黑 吃过晚饭后 曹俊逸便往家里赶去 明早再来守丧 他胆子大 仗着酒劲 翻山越岭 也无所畏惧 走到半山腰时 曹俊逸忽然感觉到 一阵寒冷袭来 寒毛直竖 不由自主地胆战心惊起来 他茫然地抬头环顾四周 四周静悄悄的 连一丝风也没有 这时 他的后脑猛然间一疼 似乎有人拿着拐杖 敲了他一下 他猛地一回头 背后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顿时心跳加速 心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曹俊逸摸了摸后脑勺 还在疼痛 真的挨了打 他心想 难道遇见鬼魂了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剑步如飞 一溜小跑 刚走了一百多不远 后脑勺猛然间又挨了一下 他猛地转身 后面什么也没有 纵然他胆子再大 也经不住如此恐吓 经不住浑身颤抖了起来 他大声喊道 是谁打我 是人还是鬼 你现身出来 不要装神弄鬼的 可是四周寂静无声 他连喝几声 也不见有什么动静 就转身跑了起来 可是刚跑了几步 他的后脑勺上又被打了一下 这几下都很轻 也不是很疼痛 但是吓人哪 曹俊义当即吓得魂飞魄散 转身跪在地上 大哭了起来 是问 谁惊得住如此吓唬呢 胆小的人 恐怕早就吓得被过气去了 曹俊义即使胆大 也吓得快要崩溃了 就在此时 曹俊义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抬头一看 顿时哆嗦了起来 只见眼前站着一个老者 他不是别人 正是死了的干爹 住着一根拐杖 曹俊义失声喊道 干爹 是你呀 吓死你的干儿子了 可是 他看见干爹的脚离地三寸 似乎悬浮在空中 顿时醒悟了过来 脱口而出 干爹呀 你 你不是 不是已经过世了吗 只听老者鼻子里哼了一声 生气地说道 你还知道我过世了呀 亏我一直疼你 小时候把你当宝贝似的 你竟然连头也不扣一个 曹俊义顿时想起 他确实忘了在灵前扣头了 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是一种失礼 难怪干爹的魂魄会来打他 他当即哭着说 干爹呀 干儿子确实该打 你再使劲地打几下吧 你老人家消消气 我现在就给你扣头 说吧 使劲地扣头 老者用拐杖挑起他的头说 你不要扣头 明早到灵前再扣头吧 干儿子呀 干爹我并不是挑礼 如此吓唬你 也是借此告诫你 做人千万不要沉溺于 无用的东西中 从而耽误了正事 曹俊义连连点头称是 老者消失不见了 曹俊义爬起来 跑回家中 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第二天一大早 曹俊义去了干爹的家里 跪在灵前 接连扣了十几个头 他将昨晚的遭遇一讲 众人无不择舍 这以后他果然改了过来 再也没有因为看人下棋 当个正事了 做人有爱好 确实无可厚非 还可以给生活增添乐趣 但是千万不要沉溺其中 不可自拔 玩物丧志不可取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世狱里 劝狱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 唐中宗神龙年间 书生高于谷 喜欢游山玩水 经常带着书童 到外地游玩 一走就是一两个月 妻子乌氏出生书香门第 从小跟着父亲学琴 喜欢唱歌 他在家侍奉公公婆婆 调教孩 这一天 乌氏觉得昏沉沉的 就跑到床上躺下休息 刚合上眼 就看见两名鬼差进来 拉着他就走 乌氏急忙询问 为何要捉他 一个鬼差说 我们也不知道 奉命而行 到了一座宫殿 等在外面候命 片刻后 就听见有人呼喊 乌氏上堂 乌氏听见声音 有一点耳熟 便跟着鬼差上堂 却见桌案后面坐着一位官员 正是唐叔 便说道 唐叔 你在阴间当官了 唐叔曾经担任别嫁 因为遭到排挤 早几年被革职处死 他被阴司里的屠山大王看中 留在王府里担任官职 唐叔看见乌氏 脸色微变 他走下桌案 把乌氏拉到旁边 轻声说大王要招三十名歌姬 你因为歌声好 在应征之列 我先去找大王求情 等一会儿 大王问你 你就说对音律一窍不通 说完 唐叔进去了 不一会儿 有人出来传话 大王要召见乌氏 乌氏战战兢兢进入王宫 大王端坐宝座 询问起来 乌氏谎说不懂音律 恳求大王放他回去 唐叔趁机上前作证 大王点点头说 既然弄错了 那就放他回去吧 这时 上来一位官员 打开布册 说道 大王 乌氏虽然积累了许多功德 但是也犯过错 卑职认为 对于他所犯的错进行惩戒 也好让他警醒 同时借他之口传播 警戒世人 大王点头说 行 这是你去办 这位官员便让人带着乌氏 到了侧边的大屋里 里面有人正在受刑 惨叫声让乌氏胆战心惊 官员翻开布侧说道 割下舌头十次 乌氏赶紧跪下哭着说 大人啊 我平常行善积德 为何要受刑啊 官员指着布侧说 你在阳间的所作所为 在布侧上都有所记载 你对婆婆不敬 经常在背地里辱骂 因此应该受割舌头的惩罚 早有两个鬼差走上来 将乌氏按倒在地 一人伸手拽住乌氏的舌头 另一人拿着钝刀子割舌头 钝刀子割了好久 才将舌头割掉 乌氏疼得几乎昏死过去 就这样反复割了十次 终于处罚完毕 乌氏早已心生悔意 发誓再也不敢背地里辱骂婆婆了 官员又指着布侧说 乌氏 你曾经嫌弃公公 用不干净的碗盛饭给公公吃 因此要遭受烂手的惩罚 说吧 上来两个鬼差 按住乌氏的左手 另一个鬼差拿着斧子剁着 将手剁烂了才停止 处罚完 官员告诫说 乌氏 你回家后 一定要孝敬公婆 多做善事 不做恶事 要知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 任何事都逃不过神明的眼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丝毫不爽 乌氏连连点头 跟着鬼差出去了 鬼差将他送到屋顶 使劲一推 乌氏醒了过来 乌氏的公公婆婆 围着他的身体 正在嚎哭 忽然见他醒了过来 都喜极而泣 婆婆赶紧煮了一碗姜汤 让他喝下定魂 乌氏的舌头开始溃烂 左手也长了好几个窗 流出浓来 一直休养了一个多月才痊愈 自此后 乌氏再也不敢对公公婆婆不敬了 尽心尽力地侍奉着公公婆婆 毫无怨言 村里的女人们 听乌氏讲了殷私的经历 无不感到后怕 都有所收敛 渐渐地 此事越传越广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也不敢暗地里害人了 担心死后遭受到殷私的惩罚 这正是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有抱天不期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在于戒世狱里 劝狱世人 与封建迷信无关